Ready? Ready the bell! Yeah! OK 你們知道我們上禮拜停止錄音一次嗎? 不是說沒哏嗎? 知道啊 在你剛剛仇意之後我知道了 不要拆穿我啦 而且這禮拜我們少了一個聲音 少了一個C8的聲音 對大家 老賽不知道去幹嘛 耳根子親近啦 耳根子親近終於不要聽到笑話了是不是 唉唷 今天爽 哎呀 他辭職了是不是 這沒有辭職的啊 他今天有事情請教 很好翻了 但是今天的內容他有帶留言給我 等一下我們可以慢慢聽一下 那我們先歡迎兩位好不好 今天來了 等一下等一下 你說帶留言不會又是笑話吧 不不不不他笑話我會先過濾掉 你是錄音的還是他打字給你 我轉述轉述轉述 你自己小心啊 我是笑話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錄音檔播出來直接 防不勝防啊 不會咧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 因為C8不在 我們就再找兩位來代班 我們歡迎我們一下 MDC GaiaHawks跟X王 歡迎兩位 耶 為什麼要把鏡頭關掉 固定班底 耶 我把鏡頭關掉了嗎 也把鏡頭關掉了 又打開來了 對 手機一鎖定就那個 真的喔 好啦沒有關係 反正這禮拜呢其實 比較free一點點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個方向 那我們先從聽眾信箱開始 那這禮拜四題 我覺得你們都可以幫我回答 OK啦 好 OK吧 OK啦 那第一題叫做EVE 那他想問說 想請問一下你們自己或其他選手的大招 固定技或是其他自己喜歡用的招式 有沒有特殊原因 由來或是使用的原因呢 那由來是因為單純喜歡這一招呢 還是自己取招式的名稱 有沒有一些特殊的故事可以分享 我不是講 懂他的意思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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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開咖 每次一講 他是說怎麼選自己的招牌機 對他的重點是這樣子 還是怎麼命名呢 他重點就是說你們怎麼挑自己喜歡的招式 然後怎麼為自己喜歡的招式命名 因為他斷句很奇怪 他斷句真的很奇怪 你確定不是你唸的很奇怪 每次這種人家問 就是可能一兩個問題三個問題的那種 組合包然後你都一次講完 我那個線拉太長 我都忘記前面了 好對不起反正我就把重點整理出來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算是他提問的東西開始 你們怎麼找到自己喜歡的招式 怎麼找到自己喜歡的招式 對或是怎麼 定下來固定自己使用的招式 誰先回答 誰先回答 像我的那個 我一開始的終結器是那個 Excellent Elbow 就是我那時候 有一段時間看 看甩腳的時候就很喜歡一個 女選手叫寶晨海力 喔你是學 然後他的終結器 他的終結器就是走極落下 然後就覺得 其實 現在現在 現代摩腳界就是 會把 走極落下這招式當終結器其實很少 對 但是他又用的 他用的很漂亮 然後又很有說服力 所以我覺得 就是很想 很想你來做一個說 因為在台灣也沒有人用嗎 對 看邊邊看能不能做出一個就是 沒有人做得到的東西 喔 OK 後來就拿這個來當終結器 嗯嗯嗯 那Gaia Hux呢 喔 其實我用招式一直都是 先以台灣沒有人做為主 就是我會盡量 盡量不要跟人家重複 嗯 可是畢竟 摔小圈那麼大 其實你 你在這邊做的東西 可能世界某個角落有人做 所以還是先以 就是你 你在的這個地方為主 嗯嗯嗯嗯 然後加上我之前 剛開始打的時候 就是 那個力量不足 所以我 也不太能摔人 所以我後來就是想說 那就用C級 C級比較 有說服力 而且 不需要扛人 不會那麼累 C級你是FNOS嗎 對不對 對啊 FNOS 對那 那 嗯 我也我也就是 換過好多次 就是C級的方式 哈哈哈哈 我以為是換過好多次名字 哈哈 那那那那那那個 Broken Skull是怎麼選的 那個我不知道欸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要把這個事情拿出來 哈哈哈哈 我尷尬 哈哈哈哈 你好賤 不是啊 那個時候就是 不是啊我真的很好奇 那個時候就是 幹 嗯 我覺得 我覺得開閃很酷啊 哈哈哈哈 開閃很酷 我覺得 我覺得開閃很酷喔 就是那個 喔開閃很酷 OKOK 開閃很酷 我覺得那個很酷喔 然後幹好像套 那個時候剛開始 其實 就是他媽的 大家都喜歡拿那個 拿那個騎手 你知道嗎 嗯嗯嗯 以前那個誰 他這部也會拿那個套超人權 對 然後一堆人喜歡拿那個套 一些喜劇怪怪的東西 我就拿那個套啊 可以喔 喔 OKOK 那為什麼要叫Broken Skull 幹哪 雞 不要不要把我們 河家觀賞 河家收聽的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IWL的思議 還念不出來 哈哈哈哈 因為我那時候 什麼Fleech的Skull的時候 然後念不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戴那個面具啊 哈哈哈哈 你今天一整天都在翻我的傷霸欸 好痛喔 哇你們兩個鬧不合精神 FDC精神 那個賴群組 講那個我 我差點就上吊了 哈哈哈哈 我還是有機會再跟大家講這個東西啦 我差點就上吊了 不要再翻舊式 沒有就是那個時候 傻就有人喚起了我的回憶喔 我以前組長會戴一個那個 那個口罩 幹那超表情 我媽在夜市 你以為 啊你以為我想想起來 好了好了 不要吵架 不要經傳不合好不好 那個口罩上屌 就是我媽在夜市買的 然後我就 我想說幹好像很屌 你說骷髏頭的那個口罩 是你媽去夜市買的 對啊對啊對啊 我媽在夜市看到的 okokok 我覺得很中二 很不錯 然後我就戴那個出來 幹我那個時候就 他爸的死厲害了欸 我覺得不錯啊 有特色啊 然後一開始打 就戴著那個 然後後來我忘記是誰問我說 幹你有沒有什麼nick name 然後我就說 幹我想不到啊 靠飛 然後砍了一個口罩 是骷髏頭 所以我就 結果我這樣 okok 然後終於繼續想說隨便 就一系列這樣套 就是跟骷髏頭有關 就是跟骨頭有關 這個我已經盡量不想想起來了 好啦欸 那這樣子再回到命名 招式命名上面 那個X王 你要不要跟聽眾解答一下說 為什麼你要取叫Excellent Elbow 就 我覺得我用的Elbow是Excellent 喔 就一個邪音梗的部分 因為你剛好叫X嘛 因為你剛好叫X嘛 然後就取這個Excellent 就是最棒的意思 是這樣子嗎 okok 我合理說的過去 那FUNOS呢 就是這麼簡單暴力 雖然有點廢 不會我覺得很有特色 我覺得重重點是 重點是在台灣就是要有特色 簡單暴力 就要有特色比較是 我覺得這在美國超常見的 是這樣子嗎 北來的名字 喔那你們有沒有聽過一些 不是很喜歡取諧音梗 有沒有比較北來的招式的名字 美國在國外的話 你這樣 你這樣講我就有點想不起來 但是這種就很像 倒一倒一會出現 嗯嗯嗯嗯嗯 對啊什麼什麼什麼 Tiebreaker啊 啊對對對 Tiebreaker 其實我覺得GoToSleep也是滿中二的啊 所以 還好啦我覺得他還 就是他算是 他不是這種心梗啊 他就是很直覺的東西 我意思說就是 你真的要講 你真的要講 你真的要講話 幫招式取一個自己的名字 這件事情本身就夠中二了 真的欸 好像有事欸 好像也是欸 這樣講好像有道理欸 對啊 哎呦大家都會有那一面的嘛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這是一件好事啊 對於你自己的東西比較熟悉 然後這個是你自己專屬的一個 象徵一個icon不是嗎 是啊 不用不用在打的時候喊出來就好了 應該沒有 勾起你心中的中二 勾起你心中的中二 太狠了 太狠了太狠了 勾起你心中的中二 那嗯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Yves這個聽眾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聽眾呢 叫做摔角之十萬個為什麼 他的ID名稱是這個 他說呢 想請問一下 目前台灣摔角無法當主業 大家都還要另外找工作 又要不斷練習摔角 健身還有日常生活的時間 請問一下是如何安排每天生活調配 經過有些時間問題 而想要放棄的選手 因此退出台灣摔角 畢竟不能當副業 大家都是用熱情在打 真心覺得每位摔角選手都很偉大 他的重點就是 如何調配自己的一天時間 你們 我覺得你問 我覺得你問這個就錯 錯慘了 我覺得台灣到現在很少有人 是真的調配很好時間 喔 這本來就是一個不科學的問題 這件事情很難 我要是知道 我就不會過這麼慘 好 那我們先 我們有多少 不是啊 這個我最 這個跟我最近的情況 好 來我們先聽聽看X王的時間調配如何 好來 他應該比較正規正常一點 真的 你說你說你說 來你一天怎麼安排 我 這兩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都是加班 最早大概 最早都大概 你從幾點開始上班 9點 9點到晚上8點下班 8點半上班 然後上到晚上8點 然後我可能 在下班之前我先去 買晚餐吃吃完之後 然後下班時間去健身房 然後回到家是 10點11點 稀奇睡一睡 可能12點 12點1點 早上是 7點半起 哇 每天都這樣 這樣子 你的 好累 怎麼 哇社畜生活欸 對啊所以我才說 幹為什麼忽然又改說禮拜三路了 不是說好禮拜五嗎 哈哈哈哈 我們一個超敢欸 某 某以前啊 某以前啊 好來 這個是 這個是正常 有生活的 有正常生活 欸等一下那我問你 那你如果摔腳的話 你是怎麼安排 有當天有摔腳訓練的話 摔腳都是 都是禮拜六啊 最不影響 最不影響 我要跟聽眾 我要跟聽眾講一下 聽眾 不知道你的一些 對對對 這個 你是你是另外一組 你是廢物組的 來我等一下聽一下 廢物組的生活 欸我廢 我也廢過 我也累過好不好 幹 我想先聽你廢物的生活 來你先講一下 你的廢物生活時間 怎麼安排 我之前 我之前就是 就是我 我應該要先講 不要不要 我要先聽你廢物的時候 再聽累的時候 哎呦就是 我廢物的時候 就是因為之前累過了 所以就想說 幹我不要 我要專心練摔腳 好來那你先 你現在是屬於廢物還是 屬於 中間值 中間值 一個奇妙的平衡之中 好不好 一個balance 好 因為我快不行 那你先講正常 正常累的時候的生活 因為我 我以前高中 是獨餐你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 學校就是要 要學外實習 然後我就是在 實習一年 我是在那個 我家附近 現在已經倒了 那個雙聖 雙聖是什麼 牛排 雙聖是 就是一個美式餐廳 他要有早餐 有牛排 有賣冰淇淋 嗯嗯嗯嗯嗯 就是一個很很老 老牌的美式餐廳 然後我以前是在那邊 當外廠 你知道那種 餐廳服務生 尤其又是那種賣 有賣什麼早餐啊 什麼鬼的 他那個 假日超忙 所以假日是絕對不可能放你走 然後我們練習又都禮拜六 所以我之前有一段時間就是 練習很長 就是缺席 不然就是 我 我最誇張是 因為我們就是一個正值八小時 然後我們早上最早開店 假日的早上開店是早上八點 然後收店是晚上十一點 所以我就會排 早上八點去 然後到下午 中間空班的時間可能四個小時 然後直接去練習 利用中間空檔時間去練習 對啊 因為我 因為我平常要修禮拜六基本不可能 我那禮拜六一定要留給我比賽的時候 可是如果 可是講真的講真的 要做服務業的話 這個就沒不了 這個真的沒辦法 一定會面臨到 一定會面臨到假日排班的問題 這種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 這樣子過了那一年 然後我中間也都是 我平常的時間平日也是空班 然後去健身 然後馬上回來上班 然後 所以我才去當廢物上班 所以我才去當廢物上班 固定時間 平常累一點至少我假日還可以練習 幹我那時候一畢業我就決定 他媽的我絕對不要做菜 幹 所以現在就變廢物了 所以現在是廢物的狀態 呵呵呵 現在一半啦 現在在思考 好那你先想一下你廢物的時間 怎麼安排 怎麼規劃的 我後來畢業之後就是 沒事了我就等當兵了 然後當兵 當兵前後其實沒什麼差 就是當完之後 你當兵還要等我 呵呵呵 呵呵 我沒等多久 我沒有等多久 但還是小等了一下好不好 然後咧 來繼續 我小等了一下 我超爽咧 呵呵 反正就是我 我那個時候就是 完全自由 然後如果沒工作 平常也沒事 對 我就是 瘋狂 欸你等當兵的時間 可能比我在裡面的時間還要短 哈哈哈哈 我等當兵的時間 你這樣子好酸喔 真的是憤恨不平 真的是憤恨不平啊 欸我 我也是 我是照三餐 就去那個曲公所 我幹 原住民有加分啊 對啊 沒有 加什麼 加送過來的時間嗎 呵呵 好啦繼續來 快點廢物的生活來 不是啊 就廢物的生活 我沒什麼好說 我就是每天瘋狂健身 然後 除此之外 因為我還有去練那個 極限武術 我就去練極限武術 然後只要 只要對於他們說 欸今天可以去練習喔 我就一定到 OKOK 那應該這樣講 應該這樣 你一天花多少時間 健身跟一天花多少時間空班 你有算過嗎 如果同一天的話 極 極限武術 課程是多少 8點到 9點半 表定課程是 就是一個半小時 可是我結束之後 還是會在那邊翻一翻 可能 到10點11點 所以可能 拖到那邊可能3個小時 可能差不多3個小時 然後在健身房又長 就是2個小時 所以你一天就是可能5個小時 在訓練 OK 差不多是這樣 雖然 2個小時 整天休息很長就是 誒可是你有在同一天嗎 有啊我 上極限武術的時候 你會去健身嗎 幹我之前會好不好 後來 後來有一段時間腳踝不行了 就有休息 之前有一段時間是有 後面腳踝超不舒服 OK啦 那他還有第二個問題 你有沒有因為 曾經 就是時間的問題 想要放棄摔腳 比如說時間 假設現在 假設剛剛那個 你剛剛講的嘛 你做餐飲 不想要打摔 沒辦法打摔腳 那X可能現在是接觸到 因為正直的關係 所以說還有時間可以打摔腳 那你們兩位有沒有因為 這種類似時間的 的因素 有這種 嗯 有啊 有啊我現在就想放棄摔腳 是放棄摔腳還是 沒有啦 還是放棄工作 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問這種忙不忙的問題 感覺你回答最合適 你說我嗎 真的耶你怎麼不講 我是我們最忙的那個嗎 每次練習 你是最早開始當社畜的 要嘛就是 呃今天不能到 要不然就是到了 然後一邊練習 我是主持人沒辦法啊 然後還要早走 你都熬了這麼久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難得有人來訪問我 我等很久了 沒有啦 不是因為我自己是主持人 我當然是要替 聽眾摸福利 我不可能是 自肥回答我自己的東西 這樣子 哎呦 人家 人家也不知道你會找誰啊 當然是你要問你的 好那我 我先講一下我自己啊 因為 呃我的工作比較特別 我是做媒體業 但基本上我只要 電腦跟網路就可以工作了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但是壞處也就是說 我必須把電腦帶著去做 隨時隨地去做工作準備 所以很多時候我必須要跟著我的工作 一起搭配著練習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24小時 很可憐 雖然說工作 就是打打電腦 然後想想內容 這樣子會比較 不是像你們一樣 可能要付出一點勞力的這種東西 但是就是要花點時間在上面 對然後 沒有啊我現在 你也是 我現在是在打電腦 你是寫code嗎 畫圖 你是畫圖 不是我在畫圖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跟我的想法 應該是跟我的時間安排規劃是這個樣子 那 對啊你想我今天要是做一份 很勞力的工作 如果我一天要12、13個小時 幹那我還真的沒有力氣去健身房 然後 對啊 那就是怎麼像 像Gaia Hux一樣這樣子 就會 對啊 我一邊端盤子一邊肚固 你還有辦法同時先睡覺 兼顧睡覺 真的很厲害 我都會 我如果那種健完身 然後還有時間 我都會睡 可是通常就睡個大概十幾分鐘 你還要睡到十幾二十分鐘 我以為只有坐到五分鐘而已 因為我家住很近 然後那種 兩頭班他們 就是一般人最不大 最不情願的那種 我都會說 那不然我來 中間就去健身 OKOK 所以很常那種 空班四五個小時 然後就中間利用時間去健身 練練 吃飯 睡覺 然後 幹到那邊還是很困啊 我就會跟他說 不然你後面那個廚房 都說完 我先去洗一碗 我一邊洗一邊睡 真的耶 在健身的時候都 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剛 每天上班還要睡覺 所以你想睡覺是不是 你有喝咖啡嗎 沒有要偷睡覺 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下午吃完午餐 那個血糖一升高 然後又降下來 那個直接 真的耶 直接開睡 我那時候工作為什麼會那麼胖 坐在椅子上眼睛又閉起來 我就是 我工作會那麼胖 就是我一健身完回來 我就開始狂吃東西 然後一直幹店裡的東西喝 這樣 薪水小偷 我幹 我們老闆也都這樣啊 欸那這樣子聽起來 我其實算蠻幸運 因為我的工作雖然說 沒有固定的 就是20小時uncall 但是 我其實就是可以自己抓空檔自己去工作 然後自己去運動健身 然後跟練習 我看你現在蠻屌的啊 怎樣 屌起來 各種健身影片 沒辦法啊 我必須要 我自己也是花時間去學健身這個東西 對啊 科學化訓練大師 沒有沒有 我必須要像SKY看齊 對啊 我都沒辦法 我現在在健身房就是他媽亂亂練 沒關係 有練總比沒有練好嗎 對啊 然後 我現在又開始拉筋 我現在拉筋比練習的時間 比重訓的時間還久 嘿嘿 好啦欸 所以你們兩位有真的想要退出台灣摔角的時候嗎 我其實真的蠻認真想過這個問題 欸對 但是我好像 就是自從那個時候 因為我本來讀餐飲就想說 幹你覺得做餐飲還行 嗯 還算有興趣 我那時候在雙生那一年之後 我就想說 幹不行欸 我如果不打摔角 我大概會去跳樓欸 跳樓 嗯 就是我就幹我又不想 不想做餐飲啊 其他工作也沒什麼興趣 我發現就是 好像 好像除了這個沒什麼事可以做 嗯 那X王呢 其實其實講 其實講 其實講真的 你說這個的話 其實其實還 其實還 蠻多次的 你說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 就是說有沒有想放棄這件事情 因為不同聽眾問嘛 然後我想說 就是還是不同 對啊 我說我說我 我自己有想過還蠻多次的 真的喔 嗯 對啊 是什麼樣的情況 因為 現在打了大概五六年嘛 對不對 中間也遇到很多事情啊 啊有時候 有些事情是真的就是 現實沒有辦法改變的那事情的話 就會 那個無力感就會上來 我覺得反而不是什麼 說啊我最近很忙 或是 或是我最近 過得很辛苦 所以我就想要放棄 或什麼反而不是 就是 遇到一些 真的很 現實你沒有辦法改變的問題的時候 就會 就會有那個 遇到一些 對啊 是 這種事情我在 剛開始的時候 比較會有 是 因為剛開始不是那麼確定 對啊 剛開始 剛開始比較 剛開始比較會有 因為一開始 對這種東西也不是 就是你也不會一開始 就進來就說 幹我就是 也許有人會有 但至少我不是啊 我不是那種一進來就是 我這輩子就是要當職業甩腳手的那種 對對對 就是越打越幹 好像已經回不去的這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比大家好的地方是 就是 你們很踏出第一步 然後而且堅持了第二步第三步 下去 而不是說可能 只有第一步 就沒有了 或是有些人連第一步都沒有踏出去 這樣子 對啊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還在這 我們現在還站在這裡 喔 給你們鼓鼓掌好不好 對啊 給我們自己鼓鼓掌 OK啦 那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 摔角之十萬個為什麼 這個 聽眾朋友的問題 好啦 那第三個提問者呢 一樣是 他說 每次都是 打摔角反對 都會是父母 那家庭問題居多 那好奇有沒有遇過伴侶的問題 我是另外一半覺得說 打摔角非常暴力 不好 所以希望不要打 不喜歡你們打摔角而反對的 那如果有你們碰到了會怎麼做 那他說如果是他自己的話 他希望說會希望對方可以了解他喜歡的東西 因為是他自己比較喜歡的東西 不希望對方去干涉 也希望就是另外一半可以尊重對方彼此的興趣 那畢竟自己喜歡的東西 如果被不喜歡的會很不舒服 但如果一直要不要打的話 那看的就是欠摔的 對啊 OK啦 他好長喔 對他講的東西很長 但他的重點就是說 好 我一樣把你們歸類重點 重點就是說 你為什麼不講重點 不行我要把聽眾完整的東西念出來 再跟你們講重點 對啊 好啦那重點就是說你們有沒有遇過就是 不是只有自己發生啦 或是其他朋友 周遭的朋友或是其他的台灣摔角的選手 是另外一半阻止你們打摔角的這種事情 有嗎 另外一半好像比較少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發生啦 但是別人好像有聽說過 我沒有聽說過這種的 但我自己是沒有 我這邊就是我不是很想要就是代為轉達 那C8這邊留言了 他有轉頭我代我留言 他說呢 他說呢 他自己就有遇到啦 對阿他覺得說直接就是分手啦 直接解決分手了 對阿他說女人煩死了不要來亂 對阿 太無心了 真的是 確定耶 他就這樣講啦 我家可以截讀 我家可以截讀給你們看 現在已經變醜女大家這樣決定了 我就不知道 你就確定耶 我不知道 你剛分手的時候是這樣講的 他是這樣講的 我不是我講的阿 你問他 那段時間我都沒有跟到 他剛分手的時候是這樣講的嗎 這我不知道 搞不定哪一天他喜歡男生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前幾天 他前幾天就是在那個現實動態上面貼說 就是他很喜歡那個魏如萱 然後他說希望就是 他最近都這樣 對他說有沒有另外一半是跟魏如萱一樣的 然後他又想想說女人好煩喔 太算了 然後我就說那你可以找男的魏如萱阿 這樣子 男的魏如萱是殺小 這個就是 男的個性的魏如萱阿之類的 對阿 好啦這不是重點 你們有沒有遇過 再尷尬 尷尬 好辣喔 負責落賽了 負責落賽了 然後你們有沒有遇過 就是 另外一半阻止 或是聽過其他選手 另外一半阻止 或是國外選手 有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這個年代好久遠 突然想不起來那個時候是怎樣 反正基本上對我來講 如果是我的另外一半跟我說 他不喜歡 不喜歡我打摔角 那 這個人一開始就不會變成我的另一半了 欸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這個很難說吧 不是因為我這一整個人 我基本上我在做的事情 跟我平常在講的事情 都是就是我在打直接摔角的事情 所以 我這個人除了這個之外 也沒什麼 其他 其他魅力 你知道嗎 是x3 所以假設 假設他不能接受這種東西 一開始就不會 不會有興趣啊 一開始就不會對我有興趣 可是如果今天情況是這樣子 你已經跟他在一起了 後來你才去打摔角 呢 喔 剛好沒有遇過這種事 這是真的沒有遇過 剛好 剛好那個時候是空窗期 喔 所以說其實你沒有遇過這種問題 所以周遭的 選手或是朋友也沒有遇過這種問題 周遭的 欸你講到這個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 欸你說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要是那個時候 要是那個時候 有女朋友的話 搞不好還不會來打摔角欸 有女朋友的話也不會打摔角 對啊 不一定吧 真的欸誰會沒事 浪費自己的時間來這種 奇奇怪怪的地方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陪女朋友時間都不夠了 如果你那時候是有交往狀態的話 會想要來練習摔角 那時候開始的那一步了吧 我老實講 我那時候在海天 有一段時間 就是 會可能晚到之類 就是在陪你朋友 喔喔喔喔 OK OK 以前那事 以前那事 我們那時候不都是因為 很無聊才來 才來 才來打摔角 才來練習摔角 對啊 最一開始的時候是這樣 是一個閒人嘛 才會花那麼多時間在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那時候可能大家都還年輕吧 年紀比較輕一點點 所以說時間稍微比較多一點點吧 我那個時候才高一啊 學校還沒什麼屁事情 那就對啦 那就對啦 是啊 OK啦 所以 我女朋友剛開始也不是 她也不太敢來看 為什麼 就是她也覺得很可怕 欸對欸 那這樣子 我這樣問你們好了 你們有沒有被你們女朋友阻止過 不要打比賽的時候 或是練習的時候 我女朋友跟我交往之前就還看過我比賽 所以她有覺得很恐怖嗎 還好啊 可能覺得看我被打的很有趣嗎 我女朋友剛開始是覺得 我被打的感覺會很痛 然後 她現在來看之後就是 她變成差不多在幫 她看我比賽她就直接不看 因為她說感覺還是很痛 但是如果有鬥魚的比賽 她會幫她加油 原來是鬥魚粉的意思 對啊 幹 怪人 哈哈哈哈 OK啦 這也不錯啦 對啊 就是 最起碼女朋友是支持啦 不會說像 剛剛提到的 聽眾提到的 就是會反對 對啊 笑什麼啦 笑什麼啦 我就想到有一個人這樣 可是我又不知道可不可以講 所以我就覺得不要講 你想到的應該是跟我同樣的人 呵呵呵呵 因為我 我也不知道詳細 喔 但是 我想到兩個人 但是我也不知道詳細 欸 等一下 我怎麼 我怎麼腦袋裡面只有一個人而已 對 我 我有另外一個很想講的 可是 好 你講 你拿 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現在才打嗎 打 這 這 最近才交一個新的 喔 那我倒是誰 那我倒是誰 哈哈 你們兩個人 沒有 我是想說 我是想說這種問題應該要問她 因為她在打摔角症的時間 交的女朋友數量比我多 喔 OK 她的那個 實驗組比較多 實驗組 是不是 呵呵 我就交他們一兩個 我都哪知道 哈哈哈哈 好啦 那 反正 我覺得 這一題 有點難回答 因為剛好 兩位來賓都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其實 就是 也不好意思說人家 不然你呢 我就沒有女朋友 你卻敢喔 呵呵 你們在一加三 不是啊你有沒有遇過啊 我沒有遇過啊 我真的沒有遇過啊 對啊 因為是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沒有必要阻止啊 那我一定會溝通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不是嗎 是啊 這個是 這個 嘴巴 嘴巴長在自己身上了 不說 不溝通 是啊 本來就是這樣 幹 你 你跟他的價值觀 對不上 那就對啦 那就對啦 對啊 就是 就是猜嘛 不然要怎樣 結果我無法想像這種事情啊 因為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沒有辦法溝通的人 來往 不是啊 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想像 除非他今天 幹 那女的真的超屌的 他這個問題 他就從頭到尾壓在心中 壓到可能七八年 愛情長跑七八年 論集婚嫁 然後突然跟你說 幹 你現在TMD給我 QUIT 不准在打了 這個怎麼那麼熟悉啊 別結了 那我 那你也不會笨到我們了嗎 要選哪一個嘛 對不對 哈哈 我只是舉個力 你不要想亂挖洞給我 可惡 我沒有挖洞給你跳啊 可惡 好啦 今天這禮拜的最後一個聽眾 叫做 打完比賽吃糖果 他說上一次呢 我們邀請到兩位來賓 就是 趙咖跟歐模 就是從劇場的角度 來講解 然後他自己個人認為呢 就是 要套用在摔角界上 是合理的 但是因為就是 摔角的正反 只有你才合理 對 不是我啦 靠要 他說 不要再玩了 不要再玩了 對好 好了 不要大喜好時代了 好了 他說 接下來他就說 因為角色正反派的關係 會需要更改名字 個人就覺得不贊成 除了在WE 有人民的權益爭議之外 以及蒙面選手 脱下面具後 更名外 其實選手的更名案例 是非常少的 名字是最快可以讓觀眾 認識選手的方式 如果有角色想要變更 讓觀眾更快進入狀況的話 建議可以參考新日本的模式 更改選手的稱號 比如說像Kenny Omega 在新日本時期 有Cleaner 跟The Best Ball Machine的稱號 使用不同的稱號 打法略顯不同 好 這是他的前面 想要提供的問題 Cleaner跟Best Ball Machine 有很多 Cleaner不是從一開始 就是Cleaner嗎 這個我也不知道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 變成叫Cleaner 這樣子 我對他有印象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這樣子嗎 剛進 Best Ball Machine也是 就是人家套的 套了他就直接拿來 應該說後來越打越紅 又有了那個稱號 對啊 OK 那個不太像 他不太像是 就是改名之類的 不是 上禮拜 我們之前邀請到兩位來賓 提到的重點 因為他們兩位是做劇場 我們有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今天 他的選手 改名了 那他的風格是不是要改變 或是說 應該是這樣問 他的選手風格改變了 那他的名稱 是不是要從原本的名稱 去做改變 有需要嗎 我覺得這種 這個問題就要來問 這種很難 問一下我們改過 改過 改過 我沒有挖洞給你跳 我們沒有挖洞給你跳 有一個 我就是要講 你不要再提 不是我也不是 CFO那會是誰的 我沒有要改 我沒有 小叫手不是 我這個東西是 對 哎呦 我已經準備好 我自己就要走下去了 你不用再特別 幫我推下去好不好 不需要這樣子 大家做人不要這麼絕 OK啦 來 講一下 不是啦 我覺得改名這種東西 有很多的 不同層面的理由 就是 有的人是 可能 他 我不講台北的 那種強迫式的 就是 可能他 覺得 呃 他換一個 可能換一個打法 然後他可能想要 換一個心境 所以換一個名字 或者是 或者是 單純 覺得他的名字很爛 所以 所以換一個心的名字 名字 像是我本人 沒錯 哈哈哈哈 先以各位練習 去打 呃這個訓練之前喔 就先開始想自己的名字 不要等到你被推上去的時候 幹 沒有名字怎麼辦怎麼辦 亂講 哈哈哈哈 千萬不要 非常後悔 哈哈哈哈 就是一個你去 你去商城 然後買那個 更名卡的概念 因為剛開始ID 就是亂打的 我也是急了很久 哈哈 就急著想 喔 趕快 趕快玩這個遊戲 那個ID 隨便打一個好 然後後來玩很久 幹 我ID有製造 我就改一個 我要買 改名卡 OK啦 OK 那 因為我們上禮拜提到的人物是 中二之王Sky 對 但是 因為我們有討論到 他不是一直都買中二嗎 但是 但是我一直有提到 就是說 他最近的打法 比較沒什麼中二 那你覺得他還適合 叫做中二之王Sky嗎 蛤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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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還是一樣 就是拿小口龍 掏人家來怕嗎 就差不多啊 可是我有 我有聽過 我有聽過一個 我有聽過 一個說法 就是我身邊有 剛好有遇到的那種 剛好有看過台灣摔角的 嗯 的朋友 嗯 然後他都跟我說 他覺得 Gaia Hux比 還比較中二 呵呵 幹好有聽過 是誰講的 我忘記 但好有聽過 Gaia Hux 沒有 幹好有聽過這種事情 我說 那個 那個Gaia Hux比較中二吧 我覺得我比較中二 不管你中不中二 那你覺得他有沒有需要改名字嗎 我覺得這樣 我就這樣問 因為他最近的打法 確實比較正常一點 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 我覺得NicName這種東西 比較 比較像是 要嘛是一種 自己的心態 一種心境 要不然就是人家給你的稱號 所以 我覺得還好 假設說他今天就是 他想要往這個方向 他想要成為這樣子的人 用這種稱號 沒什麼不好 對啊 我 不要就是 我客 不要太over 我客觀的分析一下 我客觀的分析一下 也許 也許他現在的 就是他的心境 已經到一個比較 呃 就是打算了比較久 比較成熟的階段 他不想要再打那些很 中二的東西 可是他的這個名號 已經有一點 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所以他又 不想把這個捨棄 也許是這樣吧 對 我覺得他褲子上面 不是有一個中二 還是已經掉了 中二 我印象中他褲子上有 還在 對啊 所以他如果要改 幹到時候褲子是不是要換 這樣很麻煩耶 這個也不是不行嗎 因為反正就是 錢人解決的事情 都是好 好解決的事情 不是嗎 對啊 而且其實他這個 他這個稱號 他這個稱號 在台灣來講還算蠻成功的 就 大家都知道 有這個人 對啊 重點是 對啊 算是印象深刻 對啊 他如果今天忽然把他改掉了 反而 是不是 對他沒有什麼 政變的好處 也是啦 對啊 或是 不然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挑戰 像我們那個 被Speak Out的 David Starr一樣 他就是稱號一對 就是國外還蠻多這種 就是幫自己取一大堆 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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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國外很愛 很愛改名的選手也很多 對 國外其實超多 很愛改名的選手真的很多 按理吧 我沒記錯的話 對 撇開公司不談 Buffa也改過超多次 Buffa有改過嗎 有啊 他以前叫什麼 K Pusher是不是 不是啊 你隨便去 他們 他 他以前是一個雙打種 跟他胸 跟他 跟他長很像 反正就跟他朋友 然後 他們兩個 光他們兩個就改 那個團名就改過好幾次 All money is legal 然後 之前還是叫別的 然後 反正我記得改過三四次 然後他們自己的名字也改過 這樣觀眾怎麼 這我不知道 我覺得 Nikknap這種東西就算了 因為這只是一個 就是像你講一個心境 這個名稱 這種東西就更 更難去解釋 不是嗎 也許 我在想也許是就是他剛開始 初期的時候也是就是還沒有找到一個真的很 符合自己的名字 然後那時候也沒有沒有那麼大的名氣 就是我探索的節奏 對 對啊 也許 改名改運的那種感覺 尋找自己 你現在去隨便找那種 美國啊 什麼那種打久一點的選手 去隨便去拍他那個 Wiki 然後去看他那個下面之前名字都一大堆的 就是 改過一大堆名字 真的 為什麼不只三四個七八個都有 我覺得Wil Osprey以前名字 我覺得Wil Osprey以前名字超值得 對啊 OK啦 那 有的可能本名打一打 然後忽然覺得 被送我再取一個雷台名之類的 他們會就是講說 日本 比較少改名這種東西 是因為他們其實大部分都是用本名上去打 哦 對 頂多就是改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那種 要嘛 要嘛不是 要嘛是本名 要嘛是就是 就是一個人名的東西 你知道嗎 那很少會像我們台灣 或是 美國那種什麼 呃什麼 那叫什麼 Math Diamond之類的 就是 故意用這種本製造的東西取個名字之類的 或是 就是像 像你 像你叫哈卡 或是 什麼什麼奇奇怪怪 什麼Black Hole之類的 欸Black Hole還蠻名字的 不是 是這樣子嗎 阿雲狗之類的 阿雲狗之類的 這種就不是本名的東西啊 因為阿雲狗是他自己 所以 想要詮釋就是說 希望是人家到國外去的時候 人家可以用台語叫他 對啊 對啊 但是就是 我講的就是 他都還是有一個 呃 原因在那裡 對 不像是 你可能今天 你講 呃 改中藝政府 他就 啊我就叫中藝政府 不然要怎麼辦 不會因為 不會因為我換一個打法就 就 中藝政府這個名字 打法變中藝政府 他還是中藝政府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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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就是 大家這種概念阿 因為是用本名 你要這樣講也是可以啦 對啊 幹你啊 一直打亂人家節奏 我是節奏破壞者 超像 像 像Black Hole就很 很名字阿 我不知道他 他到底是 取Black Hole的原因是什麼 但他 你看後就是 他的好之類的吧 就是台灣之類的吧 中國的那種姓嘛 對啊 他就是一個像名字的東西 所以 他今天就算 突然換了一個打法 他這個名字不會影響 因為他名字沒有一個特殊的含義 這樣假設今天你 去驗DNA突然發現 幹其實你不是客家人 你這名字就有危險 有道理我就要 對 這種時候你就一定要改 你一驗 靠杯 我不是客家人 幹我其實一直以為 你來都是台灣族嗎 那你以後就要 叫台灣啊 不然怎麼辦 笑死我了 欸我沒想過這問題 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 好啦 那 這種還是 OK啦 你講完了嗎 那後面還有 想要提的 就是 有關於 提到想要聽的節目內容 他個人是希望就是說 可以多找幾位台灣選手 例如比如像戰雄或鬥魚之類的 分享出道的歷史 還有心路歷程 那 以目前來 對選手來說 就是只能 目前對觀眾來說 只能透過看比賽 來增加認識 那 但對於過去的事實 其實在網路上 很難找到一些資料 那相信選手 如果要需要更高的曝光率的話 就是能夠 就是來多上節目 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對於台灣摔角的風氣 也是有幫助的 那近期呢 想多多聽 10月底 怕輸入車輪戰 的各位選手 對於比賽的到來 有什麼樣的看法 對於隊友的表現 或是對手的表現 有什麼樣的看法之類的 這樣子 OK啦 看法 上次是你講啊 上次 那X網沒有講 對啊 好沒關係 我們先來稍微講一下 就是心路歷程 剛剛講了這麼多 講了這麼多 我其實還有一些問題 想要問你們 就是 對啊 就是 因為其實 其實就是 我們都可以 因為現在 臉書很方便 有時候看一些 跳出一些回顧 看到你們兩個身材 或是一些技巧 或是心態上的進步 就是你們真的是進步 真的會蠻多的 你們怎麼樣看 看待這些進步 喔 幹 我看到之前的照片 我真的差點吐出來 怎麼說 因為 因為Google相簿這個東西 如果你有用 你就會知道 他就是 他會自動幫你 備份 所有的 你手機裡面的照片 跟影片 然後他也不會跟你講 我是到前陣子 才發現這件事情 換過那麼多隻手機了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在備份東西 然後那時候 把他打開來 他就是 有的時候會跳一下什麼 在幾年前的照片 之類的 OK 一點開 幹 我那時候在海天練習 我差點 差點吐出來 我那時候練Draw Kick 然後那個腳 兩隻腳站超開 一隻腳踢臉 一隻腳踢肚子 你等一下被我把他踹掉 哈哈哈哈 呃 刺 受害者在這裡 對啊 我們那時候就我們兩個 在那邊亂練 OK啊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那麼爛 才有這麼大的進步空間 喔 OK啊 好像進步了很多一樣 大家 大家就講說 其實只是我們以前太爛了 我進步了很多 呵呵呵 這個 真的是開心不起來 就是先考0分 然後再考個60分的概念 那樣子 對啊 就是這種感覺 你你你拿我們那個時候 欸 我們已經是 那個時候已經算出道選手 那我們那個時候再套到 呃 可能現在NTW的新人 或是再套到 帕斯路摔角教室的學員 對 幹我們已經是被海放幾條 哈哈哈哈 就是 因為可能那個時候的 就是資訊也不是這麼的流通啦 我覺得 就是對摔角的認知 就是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人教啊 但是我覺得 嗯 不過身材的轉變 那邊倒是還蠻 就是 算是比較 比較客觀 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就是資源一直都長差不多 反正你的都是 我都是 要嘛計身 要嘛看Youtube去學 身材改變也是 身材改變也是 那個進步空間很大的部分 因為以前 對啊對啊 以前真的好瘦 先從0分跳6分 現在有點 現在有點想回去那個 那個體重 你知道嗎 比較 比較靈巧是不是 對啊 幹 跳一跳 腳還受傷 手受傷什麼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 我剛開始練是 國中畢業高一的時候 對 那時候體重才50 那現在多少 80 我現在75分80 那也不錯啦 就是 我 可是我其實到 然後 我開始在 就是有 在實習的那段時間 才開始健身 在之前我都是就是 有事沒事練一下這樣 對 那是X是 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有在健身 對 他比較點 所以我後來就是 寄身他 我就 去找他練 寄身上 對啊 我都是這樣啊 我沒在 沒在排課表 我也沒有在想到 你要練什麼 我就 欸你今天要練嗎 然後我就去跟他練 現在換 現在換 Willy要來寄身我了 厲害厲害厲害 那 心態的部分的話 你們怎麼 去 怎麼樣去 走到心態的這一步 這怎麼解釋 心態 你說也是 心態的部分的話 你們要怎麼 心態 對啊 我覺得啦 我覺得我們以前的問題就是 把摔角講得太簡單了 好認真的啊 認真的啊 欸其實 我講真的 不要讓土的偶像哈卡 好 謝謝 真的欸 他這句話回到這個時候 真的欸 現在想想才發現 這句話說的 距離好大 距離的 真的 其實 其實我 我講真的在 去怕輸入之前 我在打摔角對我來說很像是一種 就是你知道那種上班族 工作了五天 然後 終於可以放假 那個禮拜六禮拜日 發洩用的 就是為了那個禮拜六禮拜日在支撐 喔 OK 然後摔角就 那時候有點像那樣子 就是因為我平常也沒什麼事 然後又要 他媽一直上班 跑出房 就覺得很累 我就想說 幹我可以去練摔角很爽 所以我其實以前真的還蠻 就是把他當一個在玩的東西 在玩的東西 你真的把他當成在玩的東西 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 幹這種事情 怎麼可能拿來當工作 對啊 就以前 很像在玩 社團的那種感覺 同號 是 就是一種社團 幾個同號聚在一起 OK 嗯 直到 到了怕輸入 一陣子之後 才有開始 比較 開始發現這個東西 好像其實不是這樣運作的 嘿嘿嘿 我們有時候在學的東西 好像不對 開始 開始 接受正 正常的訓練之後 才對這個 開始有認真的想法 喔 OK 不過我覺得最主要 最 最 最讓我 就是換 轉變那個心態 就是那時候 那什麼 一週年吧 喔你說 怕輸入一週年 喔你說在那個 木柵 那個表演三十六房 那個時候 是哪個 因為就是 那是你第一次跟 外國選手 欸是第一次嗎 你們兩個是第一次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是第一次跟外國選手 喔 而且也是 欸 幾乎 好像應該也是 第一次看到 國外選手 現場的比賽 OK 因為那個時候 之前很多 什麼其他地方 來 來台灣打比賽 什麼的 那個時候我都剛好在上班 啊 有心裡有來一次 可是那個就 比較不一樣 對啊 對啊 所以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接觸到 國外 其他 應該說真正 真正接觸到 那些職業的 他們是怎麼樣去 運作的 是 職業選手 他是怎麼樣 怎麼樣去 對待這個行業的 嗯 我那時候又很喜歡 又很喜歡 說Rico 那些 然後我對手又是 他媽替打 就是high flying的 可是他那場也沒有 沒什麼在飛啦 但是就是 你跟他打 你就可以感覺到 這個人體能超強 他不是人啊 對啊 就是從那個時候 你接觸到真正職業 你的 想法就開始有點轉變 重點是他們 幾個人又很好 在後面一直 一直鼓勵你 你知道嗎 嗯 你要加油 你可以 不錯不錯 幹我好像真的可以耶 然後就 就不知道哪裡來的 一個想法 就決定要認真打 嗯 那X也是這樣子嗎 對啊 我有想到一個 比較具體一點的 就是 像我們以前 還剛開始打摔角的時候 就是很 很像 粉絲的心態 就很像同好心態 我們都還很喜歡 就是 有時沒事去買一些 什麼喜歡的選手的 商品啊 T恤或什麼的 對 可是 你到了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階段之後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就是 我自己也會覺得說 就是 要去穿一個 別的選手的商品 或是什麼的話 其實是有一點 有一點奇怪的事情 除非是一個 可能是真的 傳奇 然後或是什麼的人的那個 我可能會 收藏來紀念或什麼 但是真的要穿 別的選手的商品或什麼 其實是有一件 有點奇怪的事情 有點便靈 嗯 因為你自己也是選手 對啊 嗯 我自己也是一個選手的狀態 那我幹嘛要去 對啊 我那時候 那時候是那個 我在國外的時候 他們有講過類似的事情 就是 就是 他那個 加拿大選手 他就說 我現在已經不會再買這種 摔角手的衣服 嗯 他說他有三個 他說他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是 就是這樣他講 他覺得 幹我現在已經是選手 我買人家衣服超智障 就除非是人家給我 我才會拿來穿 第二個就是他覺得現在的 摔角的衣服看起來超不摔角 我覺得設計感都差不多耶 好像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覺得是 其實你認真去想的話 反而是因為 現在有很多選手 就是他想要讓這件衣服 看起來不像是摔角的衣服 所以 你一般在路上穿的時候 也不會太 嗯嗯嗯嗯嗯 我懂我懂 丟臉吧 他們可能一般人會有這種奇怪 就是機會這樣子 因為以前 你可能80年代之類的那種 WWE那些 他們就是一個 那個 pay-per-view的 海報一樣的東西在衣服 整個把印上去這樣子之類的 就類似那種感覺 那很像一個海報那種 復古風 可是他就很像搖滾樂團之類的那種圖案 我不知道這可能在國外就是 像像日本穿窄窄窄衣服會被罵 會被那個羊 我不知道 就是他是這樣講 我現在也很少在 在買選手的衣服 除非是很特殊的 除非是 要嘛就是像他講的就是傳奇選手 另外我自己就是 除非這件衣服真的蠻北藍的 我覺得很酷 要嘛好看要嘛好笑 基本上 是 我最近買的摔角選手的衣服 好像就是 那個 木唇華的吧 已故 我也是 那種就是不一樣 那種就是紀念價值 所以 就大概是這樣子 好啦那 反正節目也差不多 接近尾聲 我們來討論一下下週的比賽賽程 好不好 OK啦 因為 上禮拜有問過 上一次有問過那個 Gaia Hux 嗯 是啊 我一個人身處 沒有啊 我就當主持人 我是算中立 我就默默的假裝我不在 你們討論你們的戰術 我偷聽 反正 反正我就是 當做主持人的 角度嘛 我就是以中立的角度出發 對那 想要先問一下X王 對 下週要比賽你自己覺得心情 感覺如何 經過大概半年 快半年的時間沒有打比賽 不是啊 我覺得硬生生的 要 要這樣子把我們 台灣最強的雙打組合拆開 實在是一件 其心可意的事情 呵呵 如果真的遇到你們又會猜拳嗎 這不好說 就 怎麼辦 要猜嗎 不是啊 就沒什麼 他們現在有講就是 贏了有什麼獎金 贏了可能有100萬 還是贏了可以拿那個漫畫書 我覺得蠻酷的 有One Boy提供的 100萬獎金 呵呵 呵呵 冠軍獎金嗎 對 還是Opun有過折疊手機 也是不錯啦 對阿 也是不錯 欸如果有的話 那就不能猜 那就要認真打 重點就是說 你們覺得 你自己覺得說 把你們兩個猜掉 這樣子 不對 是這樣子嗎 真的耶 過分 唉唷就是 我本來也是覺得好像 幹這樣好像有點急發耶 可是後來想一想 不是 現在也都是一打一打一 幹 是也沒錯啦 是 雖然 雖然分開來 是撞到是很北來 好像也只能這樣子 好像 就算排在一起也不能幹嘛 反正撞到 撞到我就爽啊 我就直接 然後兩個一起下去 欸欸 作弊啊作弊啊 幹我們就一起出去啊 作弊啊 我們就買麥當勞啊 好啦那 X我問你 那你覺得啊 你自己啊 自己最害怕遇到 紅隊 欸你是 欸你是 紅隊 我知道 因為我有點忘記那個顏色 戰熊隊 戰熊隊 他有分紅藍嗎 哪有顏色 一個代表色而已 他只是 他只是那個 好啦那就是 你是戰熊隊 你自己有沒有害怕 我之後變紅藍大隊 不是戰熊隊 對 最不想遇到的是 戰鬥魚隊的哪一個選手 最不想遇到 鬥魚隊有誰啊 你的好基友啊 鬥魚 有 有我 鬥魚 Poco 那個講笑話的王八蛋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Froshy吧 為什麼 除了他講笑話很難笑之外 他的那個手道真是太痛 欸他手道真是 不要遇到他比較好 幹他那個為什麼會那麼痛 真的欸 我不知道你可以下次問一下 我已經 我已經快半年沒打比賽 我不想 就是你知道 那麼那麼刺激的 一來就是這麼刺激的 真的欸 不是最北來的就是他媽的 看起來好像也還好 你看我已經 我已經不用遇到 不用遇到彈熊了 不用遇到哈卡了 對 不是啊 剩下就是 不要再遇到Flash 那就完美 呵呵呵呵 對不對 我覺得那種看起來 沒有很痛 可是打下去超痛的東西 是這樣子 有機會再來分享啊 對 他的東西就很奇妙 手刀就是一個很 很 對我來講我一直覺得手刀是一個很直觀的東西 嗯 就是那個聲音會跟疼痛成正比 當然啊當然啊 可是他那個聲音聽起來其實也就是 就是 戰熊那種等級差不多 可不知道為什麼就那麼痛啊 呵呵呵呵 很奇怪 OK啦 那邊藏東西對不對 他的聲音想歸想但是比人家更痛 他可能 不知道 愛得住 奇妙 對這個我也不知道 對啊 那好那你自己覺得說 獲勝的關鍵是 比如說要先打敗誰之類的嗎 或是 有什麼其他的因素 獲勝的關鍵 我不要被淘汰我們就一定可以獲勝了 有道理吧 對這個很重要 有道理吧 真的耶 邏輯炸彈 真的耶 打贏比賽只要不被壓制就不會輸 對 選舉一樣嘛 就票贏的 甚至再誇張一點 我沒有上場的 我也是贏啊 有道理耶 好像有道理耶 不要上場 不要輪到我 那是在我們贏了 呵呵呵 喔 對 邏輯碾壓 會不會我這次 騙這次薪水就靠這次了 喔OK 你家有一點啊 你幫我前面 多扛幾個人 搞不好我就不用上來了對不對 不是 搞不好你在我前面啊 你怎麼會知道 啊不要啊 你就先上啊 幹嘛要我先上 好吧我們就看到說 你們 你們可以自己討論 反正 那最後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 另外一方鬥魚隊的說 之類的 呵呵 你有什麼話想要對我來說 或是 Gaia Hux 有沒有想要對戰雄隊說的 對啊 唉呦 我覺得這個 戰力非常不平均耶 我覺得超過分的 這 我們這一隊有誰 欸 有我 有鬥魚 講笑話的 釣豬肉的 跟化蓮的 講笑話的 釣豬肉 化蓮是誰 化蓮是誰 化蓮 是有 還有他欸 還有他欸 為什麼是釣豬肉的 啊他不是釣豬肉 他是豬肉本人 蛤肉本人 蛤肉本人是誰 Poco不是紅豬嗎 啊對啦對啦 我是很忘記的 對啊 一隻青蛙一隻豬 然後一個 一個殭屍 一隻魚 他到底是什麼 他 對啦 我們是動物大街 哇 突然想到 我們這邊動物大街 原來是台北市立動物園 幹不是 就是我覺得 實力很不平均喔 我們這一隊 除了我跟 我跟鬥魚是在 每一個人打 這麼唱笑 原來是 對隊友喊話的部分 原來是 我已經是 no selfish things 只是 唉唷 不是啊你想一下 你們這邊都是大隻老欸 你不用怕啊不用怕 對啊不用怕啦 戰雄 布奇 你 然後 X V 好啦他比 他比 他比Poco大隻 他是大隻老欸 幹 OK啦 那 X王呢 有沒有什麼話想說的 有沒有什麼話想說 我就是跟你講啊 叫你幫我多扛一點人啊 這麼簡單 跟隊友喊話 我們不要跟對手喊話 我們跟隊友喊話 我們來精神加油一下 我唯一支持哈卡 唯一支持哈卡 唯一支持哈卡 把一對五 一打五把所有的 都幹掉了 神奇寶貝 第一隻出來後面都不用出來的概念 好啦你 你就是那隻獵空做了嗎 你就期待我的那個什麼絕招 剛好有五個可以直接把他們幹倒 這樣子 就是 靠一隻那種什麼皮卡丘 然後就四大天王通過那種 齁 這麼唱球就對了 這麼唱球就對了 好啦 那今天反正節目就到這邊了啦 OK啦齁 差不多要收了啦 OK啦 可以嗎 赫 什麼鬼 搞不好你們兩個要什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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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行你就不收嗎 你不收我們就繼續講啊 不行我照關啊 來啊我們繼續講啊 三天三夜啊 來聊啊 而且你有點有點想睡覺 OK啦好啦 那今天我們是C4 兩位 快點換你們啦 呃 那另外一個 X X王 再見 好啦好啦那大家就再見囉 掰掰